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要试验一下 劳伦资历 自从观念物理这本书里面 所截取出来的 一张图 电子数的方向 磁场的方向跟偏向力的方向 根据这个来做一个实验 鳄鱼夹夹注 黑色是负极 红色是正极 你可以用9V的电池就可以了 中间是一个铁丝 然后呢 你看到NS 的实验 它向右边推 你如果把它颠倒过来 你可以发现 它变得像左边吸 对不对 刚好是不一样的 还是回到刚才那张图 那我用这个图来做一个3D建模 这样旋转起来比较容易 而且我是按照刚才那个图 所做的3D的建模 我们再重复一下 如果是它往这边推 往右推 你实验线是从N到S N到S 它是往这边推 你可以发觉完全一致 完全一致 它电子速度的方向 也是从黑到红 从负极到正极 向右 偏向力是向右 跟刚才是一样 再回过头来 我们把它变成什么 转过来 N跟S 颠倒 你可以发现 它就变成向左吸 你如果把刚才的影片 再分析 它向左吸 它S变成在上 N在下 它果然是向左边的偏向力 那当然了 电子流的方向并没有改变 还是从黑的到红的 负得到正的 再重新看一遍 反过来 向左吸 所以实验的结果 应该跟那个图表 所示的是一致的 在下方的下方的一致的 是一致的 还没有 从这边 做一个 冲击的 是一致的 是一致的 我们在这边